你有没有哪怕是一瞬间嫌弃过父母 嫌弃过他们没本事 没远见 甚至没家底 抱怨过自己的出生 为什么有的人一出生就在罗马 而你一出生就是罗马呀 如果你也曾被这个问题困扰过 一定要来听一听今天的内容 因为你一定不会意识到 如果我们无法接纳父母 我们就无法真正的接纳自己 我们家在自己上最大的压力 其实就是来自于我们对父母的排斥 接纳父母才能取得成功 获得幸福 欢迎来到松明讲心理的频道 为什么孩子跟父母的关系这么重要呢 因为你的环境告诉你什么 你就会学会什么 对于一个刚出生的孩子来说 父母和家庭是他最初的体验 我们人格的塑造 是和我们的原生家庭分不开的 那么在这儿我来解释一下 什么叫做原生家庭 你的原生家庭父母 就是给予你生命的人 你的父母和你 包括你的兄弟姐妹 一起组成了这个原生家庭 当我们还是一个胚胎的时候 生活在母亲的子宫里 母亲就是一个独立的母体 但是等我们出生之后 我们的原生家庭就成了我们的这个母体 很多时候啊 我们觉得自己能够独立 成为自己想要成为的人 但只要你去看看你塑造的过程 你就会发现 其实不是这样的 你是被整个环境塑造影响成的 在我们还是婴儿的时候 我们没有选择的权利 也没有觉察力 你的环境告诉你什么 你就会学什么 你的个性就会塑造成什么 你就像一个无意识的海绵 不断地在吸收 我们每一个人的成长都不是独立的 你今天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你的事业 你的关系 都离不开原生家庭的影响 可能有的同学会说 我不是我父母带大的呀 还有的人甚至没有见过父母 但是你仍然被他们影响着 因为有一个东西叫做基因 DNA 一个孩子在成长中脱离了父母 就会处于一种亲子中断的环境 但哪怕是亲子中断的环境 也会对这个孩子是有影响的 亲子中断 其实是一种很严重的 这么一种心理创伤 一个孩子脱离了他的原生家庭 他的内心会极其地渴望父母 但是他又找不到父母 所以等他长大后 他就会发展成两种状态 第一种是到处去找爱 去找那些可以给他肯定和安全感 让他依赖的人 还有一种就是觉得自己不需要爱 用冷漠和隔离来保护自己 但无论哪种方式 都和他们的父母紧紧相连 事实上当一个孩子 想要中断和父母的连接 无论是通过恨还是通过分离 结果都不会成功 孩子和父母的关系之所以重要 还有一个原因 就是因为我们和父母的关系 决定着我们将来的人生 如果我们跟父母之间 有一些不满和怨恨 那往后的人生当中 我们就会一直带着这种不满和怨恨 如果说我们跟父母的关系好 就会把相同的赞赏和感恩 带到往后的人生的每一段关系当中 因为在生命当中 大部分的人际关系 其实都是童年时期 跟父母关系的一个复制 无论他怎样憎恨他的母亲 但是他还是在复制他母亲的生活 比如有一个女孩 很憎恨他的母亲 因为在他小的时候 他妈妈有很多的情人 他不想像他一样 但是长大以后 他现实的生活 却跟他的母亲一模一样 再比如也许你很讨厌你的父亲 但你会发现你的老公很像他 当你不接受父母的时候 其实只是不接受自己的命运 所以说跟父母的关系 其实是我们最需要去疗愈的 因为这个部分决定了 我们将来人生的命运 我们会带着跟父母相处的模式 行走在这个世间 而且跟父亲的关系好 会让我们更加容易成功 和母亲的关系好 会让我们更容易幸福 我们跟父亲的关系 会跟我们与成功事业上司的关系 紧紧相连 而我们跟母亲的关系 就会跟财富 婚姻 安全感下关联 因为在一个家庭里边 父亲和母亲都扮演着不同的角色 父亲是阳刚的 他是一个保护者 而母亲是阴柔的 他是一个养育者 父亲的力量是山一般的力量 如果你跟父亲的关系比较好 你往往就会得到力量 你会勇敢坚强 会敢于挑战 而从外在的成果上来看 和父亲的关系好 就会更敢于要结果 更敢于承担责任 最后你的事业就会比较的好 如果你和你的父亲关系不太好 或者是你心里边怨恨着你的父亲 那么你的事业 往往就会遇到很多很多的阻碍 即便你成功了 你的成功也会有天花板 父亲在家里边代表着权威 跟父亲的关系不好 就意味着你会很自然地去抗拒权威 那你跟那些比你厉害的人的关系就不会好了呀 你看在职场上 那你肯定会跟你的上司对抗啊 这对你的事业发展是很不利的 而母亲呢 代表着接纳 欣赏 柔和 顺从 等等等等 这么一种特质 就像水一样 它充满着温柔的力量 代表了爱和包容 跟母亲的关系好 就会有一种依恋感和安全感 这种感情就会给人带来好的人际关系 会带来很多的爱和包容 让你更容易跟人亲近 包括你说话都会让人觉得舒服 做事让人感到你的情商高 所以说跟母亲的关系就代表着你的人际关系 换句话来说 就是和父亲的关系好 更容易成功 和母亲的关系好 更容易幸福 而接纳父母 就是接纳一切帮助你的资源 父母天地乾坤 它代表了一切你的资源 包括我们的生命 所以我们要学会接纳父母 也许有人会说 宋明老师 您说的这些我都懂 可是我真的很讨厌 我父母的性格和脾气 跟他们就是亲近不起来 怎么办呢 宋明老师要告诉你一个 很容易观察到的事实 不愿意像他们父母的人 最终往往都无法抗拒的 变得和自己的父母一样 你越不接受他们 你越会成为他们 还记得那句古老的谚语吗 你越来越像你的敌人 可怕吗 好好地看看你的父亲 你的母亲 假如他们还在 留意他们有多少相似的地方 他们在生活上 和待人接物的态度 价值观 信念方面 甚至他们个人的习惯 和他们的情绪反应 有多少相同共通的地方 你也一样 带着许多你自以为是的观念 你的价值观和你的判断 但事实上 那是在你的小时候 无意识地从父母那承接过来的东西 你甚至都没有质疑过他们 现在拿一张纸和一纸笔 我们来做一个验证好不好 首先 你写出那些影响你急去深远的 你的父母的一些主要特点 包括他的态度习惯 写出五个 来 我给大家一些时间 大家可以按个暂停 写一写 包括你对他们的抱怨批判 以及他们让你恼火 让你钦佩 或者让你尊敬的事 完成以后 从头到尾看一次 逐一地问问你自己 我是不是也这样 比如说你的父亲是个控制狂 那你问问自己 我是一个控制狂吗 比如说你的母亲爱唠叨 你再问问你自己 我很爱唠叨吗 感受你的每一个答案 静下心来做这件事 那你要做的是 记录下你在无意识中 从你的父母身上 继承下来的特征 你跟他们有多么的相像 然后去想象自己 对父亲母亲说 我有点像你 大家去感受一下 这句话给你带来的释放 我有点像你 你甚至可能开始意识到 这个事情当中有趣的一面 一旦你能够接受自己 在无意识中和父母 是多么的相似的事实 我这么像我母亲 或者是我这么像我爸 你就可以凭着意识 去选择清理 哪些保留 哪些收进角落 哪些丢弃掉 只需要对你自己承认 知道你像你的父母 在这件事上 你如果有了意识 于是改变就会发生 你可能会做出一些 完全不一样的事 一些完全你从来不会做的事 尝试接纳父母 觉知是学习的开始 觉察是调整的开始 那么我想说的是 你不需要 非得勉强自己做到什么 但你可以先从觉察 自己和父母亲的关系开始 一步一步的向前 直到有一天真正的感恩 你不必承认 他们是好父亲 或者好母亲 但是你依然可以去了解他们 父母是我们生命的本源 有了生命 才有机会去体验世间的万物 他们是这个世界上 你花时间最少 但是却最爱你的人 任何关系都是礼上往来 唯有父母不图回报 可能你嫌弃母亲的唠叨 却不知他也曾是个温柔的少女 你讨厌父亲的平庸 却不知他也曾是怀揣梦想的少年 父母在 人生尚有来处 父母去 人生只剩归途 所以接纳父母 就是接纳自己 爱父母 才能够真正的爱自己 请记住 我们每个人生得再平凡 也是限量版